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用 这道题呢 给了一个二阶递毁 A444 A9 49 想要问第15项 A15的值 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二阶递毁可以怎么处理呢 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它移向 AK减掉呢 根号 AK加1 这边等于什么呢 AK加1减掉呢 根号的 AK加2 这样子呢 我们就会有相邻两项的X 会是一个这个定值 当然我们可以再把它改一个这个负号 我们用那个后减前 这也会是个定值 我们把这定值呢 就设成这个D 接下来 我们把它套进来 我们会有什么 根号A9减掉根号A8 会是D 然后呢 根号A8减根号A7也是D 那一直到呢 根号A5减掉根号A4 这边是D 将这四值累加 我们就得到根号A9 这边3 减掉根号A4 这边是这个2 这边等于5D 所以D呢 就是五分之一 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呢 接下来要求A15 所以我们就会有根号A15减掉呢 根号A9会等于五分之六 好 因此根号A15就等于五分之六 再加上3等于五分之二十一 因此就有A15是二十五分之四十一 你要尝试将它变形 这个变形之后呢 会有两项相减的关系 那通过这两项相减的地毁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 累加对消法 解除D 它在结出我们所要的答案